彈彈傳出緋聞 而且聽說不單只有一個 以西方的標準 像法國總統米特朗 意大利總統貝勞斯科尼 有婚外情感才是能力強 米特朗被人爆出有私生女 在他過世那年 私生女已經有十四歲 沒有緋聞的政客 是否代表一定是英明的領袖 當然不是 英國首相希斯不單沒有緋聞 連老婆也沒有 一世單身 最恐怖的是單身 又不是機會 他這些是前後最無能的首相之一 越南共產黨的領袖胡志蒙 一樣不近淚色 不過就將地主活埋 法國大革命的羅柏斯比爾 一樣是單身 最討厭的是色情 還將三萬多人送上短頭台 難怪以前有一句說話叫做 吃得都得 工作亦都做得 選特首 我一定選Winson A Cya I Cya 感谢观看